枪械子 两边 四面 呀 再一边 这边 湯屋 这个 这边 这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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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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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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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是回来取东西的 居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天津碧桂园 6月3号星期六 时间的第四天 5月31日下午突发 然后现场今天上午刚去看了一下 人很多都在排队拿自己的东西 有警察 现场秩序 按照楼洞吧 依次进去 然后咱们看一下这几栋楼 现场看 应该有一定的清晰能够看出来了 楼中间 路对过那个红色独体建筑 是明显看出来已经清晰了 感觉像是那个 事情的这个中心点一样 像四周蔓延 路面有 高地起伏 断裂 隆起 塌陷 然后有 别墅这边蔓延 外围基本上都有裂缝 再一点点的扩大 能不能控制住 也不知道 这边的房子呀 十四五年了 应该有 前面那一片 仪器吧 风景 十四五年 一直没有问题 突然三四天内 突发这么严重 这可想而知 这个是不是 成了最大的受害者 老百姓不容易 而且周边 在方圆集里 谁都 甚至诗集里 谁都不放心 这一片 乌曼泥 这就知道 看完现场 一直很扎心 不知道是不是事故 还是什么语言 的 都会 有 怎么样 是 是 是 这 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信摇也不穿摇 最终都会能得到妥善的解决 这个小区的居民因为我了解 因为之前我在周围商贩都是霸里堂人和有一部分 更多其实是景南工作的外地朋友 周围就是产业园的流水工人和小赏小贩 就都是灵活就业者 所以说他们是省市兼用 上点夜半 干点小麻麻挣的辛苦钱 所以说买的房希望最后能有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 大部分都是假情的微易住房 未来的二手房房价可能未来会不太好保值了 但至少能给他们一个暗暗闻闻的假希望 我觉得不会像哈尔滨承重事件一样 索赔无门 因为不像是个体闯祸优因 还有我们天井人也没有这么剥离心 这个事全国哪都有可能发生 大家不要把舆论放在天井房子身上 这个事件也不会影响到天井的整体的房价 这个盖偏区 离天井城去20多公里了 仅是天井城南的一个小镇 我相信天井没有问题的 ZF第一事件有效的转移了周边的居民2900多人 最大程度的保护了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和次生灾害的发生 同时迅速阻止了住舰 城管等部门群策群力提供解决方案 你要说天井搞竞技可能松点 但是民生问题是绝对不含糊的 咱还是为天井共督点赞